没有毛的群种非常少 基本上所有的狗狗都是有毛的 只是有一些狗狗的毛发会比较稀疏并且短 目前已知的被称为无毛犬的是秘鲁无毛犬 墨西哥无毛犬以及中国的怪毛犬 但是这几类狗狗都是非常稀少的品种 基本上没有人繁殖 如果是对狗毛比较敏感的重组 目前也有很多毛发比较短的犬种考虑 比如恶霸犬、沙皮狗、吉娃娃等 这些狗狗的毛发都非常短 而且钓毛也不多 即使是对狗毛敏感的人也大多可以接受 除此之外 也可以考虑将狗狗的毛发剃短 或者定期给狗狗做除死毛的SPA 也可以很好地改善狗狗钓毛的情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